至今,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牵挂的人,一旦失去,将是我们人生中永久的缺憾。 就在近日,山东宾州有一男子在与朋友吃饭的时候,朋友送给他一幅男子与爷爷的画像,男子瞬间破防痛哭流涕情绪,不能自已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在看到那幅合照的瞬间,男子一直都是用手遮住了双眼,翘无声息地流下了眼泪。 该男子的朋友还表示,男子从小一直跟着爷爷长大,又因为在外地工作,老人离世时没有见到最后一面。 自己在了解到他的身世后,便找到了他和老人的合影,并找人给他画了一幅画像送给他。 该男子自己介绍,因从小家庭环境不好,父亲在他七岁时意外去世,母亲带着二姐离家。 自己和大姐从小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。 小时候过得比较苦,经常和爷爷下地干活,套牛拉车拉棒子都干过,也是因此,他从小便和爷爷比较亲近。 如今每每想起爷爷,便一直有个遗憾在心头身处。 先前接受采访时,该男子说自己是在爷爷去世三个月后才知道的,而且讲到这里,一度哽咽失声。 回想当年,他外出打工时间较早,打工后离家的日子变多了,回家的日子变很少了。 爷爷去世时,家里人给他打电话只是说爷爷身体不好,因为工作忙,他就没有及时回去,三个月后回家才得知这个消息。 听到爷爷过世的噩耗,他说当时的心情没办法讲,不知道怎么形容。 在看到朋友送来的画像后很感动,还说有这样一个朋友真好。 而说起这幅画像,朋友说当时本想先灌男子几杯酒再给他看的,结果他一直不喝,没办法就拿出来给他看了。 本以为没喝酒的男子看到画像之后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,但令人没想到的是,他一下子情绪就来了。 看到男子见到画像后的样子,朋友说感觉被朋友认可了,自己心里也很舒服。 事后,他还和男子说,虽然有些人去世了,但如果我们还记得他,他就一直在我们身边。 而这个视频在网上曝光之后,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共情。 大家纷纷表示,提到去世的至亲,才能理解这种切实的统和伤心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与这个故事相反的,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瞬间。 我们常说,家有一老如有一宝,家中有一位长寿的老人,是一个家庭的福气。 同时说明,这个家庭家风筝,人期望,尊老爱幼,孝敬老人的传统,远远而流长。 父母在,家在,在父母面前,儿女无论长到多大,还都可以做回孩子。 如果一个人到了冒蝶之年,仍然有高堂健在,那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 有一位85岁的老人,他在家人的陪伴下,去看望自己110岁的老母亲。 他扑进妈妈的怀里,妈妈则用手慈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。 这样感人的一幕,让无数网友为之落泪。 坐标广西南宁,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段家庭短视频。 他说,国庆假期期间,家人们有了空闲,陪招家中85岁的奶奶,去看望110岁高龄的外曾祖母。 从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,当天阳光明媚,秋风和煦,显然天气还很热,家人们都穿着夏天的衣着。 一辆白色的小汽车,徐旭驶入一处农家小院,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,旁边两名年轻的女子,赶紧上前搀扶老人。 老人家背已经弯了,直不起腰来,他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走着,但是老人家的脸色看起来确实有些红润,气色不错。 男子说,奶奶身体很好,平时生活都可以自理。 虽然奶奶和外曾祖母猪的地方并不是太远,可是两位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,也很难见面,这次恰逢孩子们放假,所以奶奶提出想要去看看自己的妈妈。 在洁净的小院里,一位百岁老人端坐在木凳上,她就是这位老奶奶的妈妈。 外曾祖母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,相见这一刻,母女俩忍不住相拥而弃。 妈妈看到女儿的到来,激动得语无伦次,女儿更是像个孩子一样,一头扑进妈妈的怀抱,把脸埋在妈妈的膝盖上,就像小时候一样,贪恋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抚。 妈妈伸出苍老的双手,细心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,小时候那个乖巧可爱的女儿,如今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 正所谓时间流逝,岁月无情,然而110岁的母亲看着85岁的女儿,忍不住喜极而泣,眼前的一幕幕让现场所有人破放。 据另一位亲人介绍,两位老人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,但是心中对彼此的牵挂一直都在,毕竟亲情血脉相连,永远割舍不断。 众多网友们在看过这个视频之后,也是纷纷泪目,有人说不管多少岁,只要有妈在,在妈妈的眼里,永远是孩子。 还有人说85岁了还能喊妈妈,真是幸福。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,总是各有悲喜,在幸福的对面,遗憾和不舍,也揪着许多人的心。 之前在网上曾流出这样一则视频,视频中有一位头发和胡须尖露白的老爷爷,因为年纪老迈的缘故,走路都是颤颤巍巍的。 这则视频是由老爷爷的孙子拍摄的。 当天,他从城里驱车远距离赶到老家,探望自己的爷爷,临走的时候,便突发奇想,跟爷爷握了一下手。 而在握手的时候,本来见到孙子还挺高兴的爷爷,却突然就变得十分失落,眼中甚至还饱含着热泪。 仿佛下一秒就要夺狂而出。 当孙子看着他的时候,爷爷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,又或者是不忍,时不时就将眼神披向别处,看起来是难舍孙子离自己再次远去。 然而,为了孙子的工作,即便是自己想多留一下孙子,爷爷还是没有开口,最终在握手之后,就这样与孙子分别了。 可遗憾的是,当老爷爷与孙子分别之后没几天,居然悄然离世了。 而他与孙子的这一次握手,居然成了爷孙俩的永别。 得知这个消息的当下,孙子一度哭道,不能自疑,满心悔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在老家多留几天,好好陪陪爷爷。 可是事已至此,即便是心中有再大的悔意,也无法抹平爷爷促然离世的悲伤。 珍惜两个字,从来都是大家心中最想践行的真理。 然而在生活的重压面前,多数人往往都是身不由己。 可话虽如此,我们还是应该在有限的日子里,尽全力去爱护和陪伴身边的亲人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至亲。 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料意外何时会来,只有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爱。 希望大家在各自的生活中,都能读懂珍惜两个字的含义,与家人保持亲密的联系,万万不要等到失去之后,才惊觉自己的不妥之处。 最后,愿所有人都过得幸福,一生平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